好,最后一节新世界还有很多东西 因为除了公司,大家看到四大地产商上市的公司 大家最担心是新世界之外 其实家族也有不同的新闻出来 我们先分享一下情况 出了盈景,所以估价图也跌得很厉害 雷总一直看开最少15年 这个就是新世界17号的估价图 合过估价,合完估价之后 现在也跌过6.75 15年,你看到最低差过了金融海啸 等成果,跌到最新低的6.75 真的挺夸张的 合过估价 因为那时他就觉得 你记得新鸿基起码8-90元一股 或者那时也升了百多元一股 成果 当然他做了重组 这个长实的地产是多少钱? 是不是十几元? 当然我们经常说 长实地产 你说现在现价? 是1117 现在现价是31 你计算大概是 那时怎么合股呢? 合股很多时候他们都会有点害怕 因为害怕合完之后慢慢跌下去 那个感觉是这样的 所以那时NVIDIA 升到1000元 然后就是拆股 大家就拆股 这个感觉 如果升市的时候 就会 psychological 会比较好一些 那我记得那时就是说 为什么新世界要合股呢? 其中一个说法就是 其他四大地产商的股价 都不是一个 single digit 就是都是十几二十元 甚至是新鸿基 都是差不多几十元一股 那感觉上是好一些 那所以那时是合股 所以合股之后呢 现在都跌到六个七个半 坦白说是挺惨的 就是情况都是挺大问题的 那发展刑警 那 云收的负债的比率 偏论比较高一点 那所以整个 就是全年预计是会跌 190亿 对的 不是全部都是 就是一些自己 不是真的输出来 就是应该不是说 营运上出来输的钱 而是很多时候都是一些 撇帐啊 或者那时是 sale了那个 就是新创建 而导致到那个 就是有个 比较非经常的一个开支 那坦白说 那个商场呢 做Marketing 是做得偏要比较好一点 那 有将那些叮当的promotion 那去 就是 整个是在K-11Musea 外面 里面都有 那我都问过 就是香港一些 做商场Marketing 的一些朋友 我说 喂 好像都在social media 上面都做得不错 都很多talking points 那那些Marketing 可能他有点妒忌 第一 花这笔钱都不少 就是要买叮当这个品牌 在这个商场做一些promotion 这笔钱呢 坦白说都是不小的 就是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呢 他就觉得 这个是我朋友告诉他 他说呢 看回数据 就未必帮到那个商场的营业 很多 很多时候都是 拿到人流进来 可能真的跟叮当拍照 但是其实呢 就没有去那些店铺 就去 就是 买的 可能是 好像雷众那样 借个厕所用一用 可能那里有个免费水机 倒一倒水 接着就走了 就是这个商场 如果是不适合买的话呢 就算你多人流进去呢 其实都是没什么特别 没什么意思 那所以呢 这次真的输得这么 我想他都用了很多时间 去铺牌 想 怎么说给股民听 或者一些investors听 这次是一个 很特别的case 才会输得这么多 很多都是non cash 但是是这样的 就是 升市的时候 如果因为investment properties 那股值而升呢 那些投资者就会觉得 你那些是non cash item 但是跌的时候呢 就是跌减值这些investment properties 很多时候他都会 哎呀你做得不好啦 所以就是继续这样输 是很惨的 坦白说 那么刚才我也有说 就是那个k11或者那个 整个新世界的负债呢 比起四大地产商 真的比较严重一点 那么所以 要卖资产了 我看到很多都是新世界 就是卖一些不同的shopping malls 之前如果雷总 我们没时间说了 我记得几个月前呢 就是卖了新世界其中一个好旗艦的一个project 就是在荃湾里面的玉景新城 那么我不知道雷总有没有走过玉景新城 玉景新城是一个很特别的project 在我们那时候读新世界上的时候呢 都是有说过玉景新城这个project 当然不是说那个shopping mall有多漂亮 或者什么东西 而是如果你有记得的话呢 如果你有走过 我想你比较少开车 那边经过 或者坐车 其实落这个屯门公路 落了去荃湾的时候 然后上回去城门隧道呢 有条天桥是特意穿过整个玉景新城 扮上去橡山那边 就是很少有个project 是贯穿整个建筑 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就是 我离开的时候 就是游麻地综合的停车场 那个都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case 所以在玉景新城都有一个特别的case 而那时候呢 就是荃湾沙厂那边那时候呢 是有一条名渠在这里 就是我小时候经过 是有一条名渠在这里 而做那个玉景新城的时候呢 就盖了个名渠 然后就是on top of it 就建了整个玉景新城的project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project 而收的租都是不差 而那时候都是卖了给 玉贸的好像 如果没记错 而今次呢 卖的农地 那是新名来的 农地 新名的部分 那其实就是卖允置业 那卖允还90亿来买 那贵还是便宜啊雷总 其实是便宜 因为那时候建筑呢 都是升了百多亿的 哈哈哈 真是惨 就是 比起你的cost 都是便宜一些 但是雷总也很明白 就是当你在这个file sale 就是减债 总于一切 就是等于 就是 没有情谈的嘛 就是商业 就是我都经常说 你是商户 你跟 诚哥说 诚哥现在的市况很惨啊 可不可以减租啊 你都经常捐钱给一些 又不知道买部机器给香港大学 用超声波来医治肝癌 你可不可以为我做一些善事啊 不行啊 这个我们要有一个合约精神的嘛 就是做生意还做生意 捐钱还捐钱 没得这样混在一起 就是如果你用慈善的角度做生意 那就糟糕了 那就没办法 就是 由巴菲特开始 高敏几劲 那时候海啸都是要 做一个禁讯的proposal 给巴菲特 所以是商业社会是没有情谈的 就是 唯有是 以一个file sale去买你 那么 以这家来说的file sale 不知道华润接了之后会不会再跌 但是这家就说 全是用90亿来买 which is 比较低 而这个我刚才也介绍了很久 就是 河内到这个k11 是 郑先生 第一个用自己旗下的品牌做出来的 一个大型的project 所以 而现在都开始卖自己品牌的k11 你看到这个情况是有多恶劣 郑家就很特别的 就是比起其他三大家族 成哥的家族 就偏向比较简单 而且成哥好像很早已经是分了身家 就是说明自己的身家分了三份 一份就是自己的一个李嘉诚基金会 第二份就是主要就是详实 黄黄的部分就是给Victor 第三就是其他的钱等等 就是给这个Richard 那那些钱就很多时候都是给Richard 去自己做关 就是电信凌科 或者他之前雷总的对家 就是这个NWD的 insurance的老师 就是insurance业务 不是NPF业务 都是叫做得有声有色 成哥方面就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始终都是 暂时都是 暂时都是两代人 当然有第三代出来了 但是第三代还是偏向年纪比较轻一点 但是郑家就是复杂一点 对不对 因为去到郑先生 Agent 郑 其实已经是孙一代第三代了 因为就是纯冠就是第二代了 跟着如果是这个 再是他的爸爸 突然间他爸爸叫什么名字 是的 童叔 但是坦白说 你也记得了 童叔那时候就是在生的时候 其实都救过纯冠 纯冠那时候都是出现过那些 金融楼 好像是 这个印象是 其实都是童叔出来救的 Agent 郑可能都会说 喂 爸爸 那时候爷爷都救过你 畢竟我们有这些基因 你不要赶尽杀绝得我这么厉害 其实 哪有儿子 就是一帆封信的 有时候这个浪盖起来 都不知道浪那么大 是不是 你不要怪我怪的那么差 不是我差 其他三大地产商都很差 爸爸不要这样说我 但是真的没办法 整个家族呢 我都说郑家是会比较 偏向比较複杂一些 整个就是比较简单一些的情况 上年呢就有个特别的一个interview 我不知道雷总有没有看的 开电视呢 就是这个品牌呢 就是 就是 郑家也有投资进去 就是前身一个 有线宽频的电视台 但是他卖出来 然后就是 应该是郑家有份 还有一个家族 是不是玩具大王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那时候呢就是用回自己电视平台 与郑家淳博士对话 很特别的 因为呢本身呢就是 我们其实是在投资市场呢 当时已经是 假设了其实是 A全井已经是 已经是take over了整个 一个业务 但是猜不到是 无端端是 就是在这个电视台的时候 跟着就出现就说 喂 呃 其实 纯冠出来说就是 喂 其实我的接班人没选好 那时候的市场是有点shock 什么不是一直 就是Agenting是 你的接班人来的吗 那我突然就出来就说 其实整个家族企业 怎样传承呢 发展方向是怎样做的呢 突然说了出来 我真的比较搞笑一点 就是 完全没有想过 甚至说说呢 不一定要比姓郑的 可以在外面 找一些人 譬如 如果看到雷总 啊 投资那么有利 不如叫雷总 帮忙做一个企业的CEO 都行不行啊 那样 说得这么白的 我真的有点点呆了 所以呢 就是 整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郑家那个架构 又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那么 我们看到的上市公司的那几间呢 就是 比如新世界发展啦 这个新创建啦 等等等等 好像还有那一间 那么主要都是我们 街上是看得到的情况 但是其实呢 还有联合医疗 那么就是 周大福企业呢 最大的股东 新世界企业 新世界发展啦 和这个新创建啦 新创建大家都知道啦 是主要做一些 infrastructure 有少少次啦 少少次就是长江基建的情况 多数都投资了一些 infrastructure 一些比较稳定的回报的东西 就给回公司 那么新世界发展就多些 就是developer的角色 买地 就是建楼 跟着售楼 跟着售楼 那么突然在 他的母公司上面 就是周大福企业呢 就是 就是有些高管就是有个 设置了一个CEO办公室 是三个人组成的CEO 那我很少见到企业 是有三个CEO 而我偏向呢 就是都是有 在NASDAQ或者美股上市 都有些是dual CEO 即是有些是 co-CEO co-CEO角色 但是去到三个CEO 好像真的比较少一些 我估计寡问 但是去到co-CEO 我在一个企业的角度来说 或者管理性的角度 当然他可以认识清楚 譬如我海外就是给KO做 KO醒目仔 又年轻一些可以喝酒 雷总那么老 喝一两口你都已经醉了 不如你留在香港 做一些耕田党工作 那你去到香港区CEO 然后KO就做海外的CEO 好吗 那也不奇怪 是不是 但是他周大福企业 设置 CEO办公室 还有三个人组成 真是比较特别一些 这个构固 OK 那我有些人是认识的 那我们先认识一下 那长子刚才也说了 Asian 正 那就是传统渔家文化 我们中国人的社会 多数都是 传给长子 所以顺观都是长子 那很多时候 就是顺序来说 都是长子 而坦白说 我不知道雷总认识得多不多 就是富二代富三代 其实现在的富二代富三代 没有之前我们看的那些粤语残片那些 就是说 什么 就是嫖妥饮荡吹 什么都不做 好少 就是当然是有 但是那些现在的富二代富三代 又聪明又聪明 智商又高 学力又高 爸爸又推他去外国读书 自己都读得到书 就是当然你要有钱 才去外国读书 但是自己都可能考到入去哈佛 等等等等 一些名牌学府 绝对很聪明 但是唯一一样东西 我觉得我是可以跟他斗得到 或者这方面可以叫做比平下制 那个 就是 是不是有这么有毅力 或者一个at first的quotion 富二代富三代 始终就是一个怎么说 有句说话 是不是叫千金难买少年贫 那你很难是买一个 就是贫穷的环境 比较长大的 但是如果你是贫穷的长大的情况长大的话 你的韩力 如果面对困难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好一些 但是这些富二代富三代的时候 其他东西是很聪明的 但是在一个贫穷的环境去未必长大过 可能那个威力 或者是未必比一般人普洛百姓的那么好 我不是说他们不差 这几个都是很聪明的 他们全部都是很聪明的 那女女主要是负责就是周六福珠堡 和Rosewood的整个 business development 整个都是她做的 所以香港那个 刚才我说在K11的Mewsia隔壁那间酒店 就是Rosewood 在世界上 在伦敦我们也有一间Rosewood 都是很老字号的 在Hoburn那里 也是一间很传统 很五星顶级的一间酒店 都是做得很好 它现在都是海外不断地做一些延伸 都是在一些国家 找一些很高的地方 去建一些酒店都做得不错 大酒就叫Adrian 郑志明就二仔 二仔就叫Brian 主要都是做新创建的方面 小子就这次出场 之前有些图是小子的照片还没有 小子比我还小 他35岁 主要做周大福企业 和一些之前投资过都是不同的公司 雷总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听过 他就叫Christopher 所以三个儿子 那些人就叫ABC Adrian Brian 都叫Christopher 我叫ABC OK 你见到姓珍 是不是爱人 不好意思 不是 其实是外申女婿 其实都是叫做正氏家属 当然不是自己直属的儿子等等 但都是正氏家属的一个成员 姓珍 如果我记得好像叫Patrick 真 主要都是管周大福企业方面 还有有线宽频 澳洲的企业 其实整个周大福企业 都是很多在海外的资产 很多批券 很多批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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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做得很大 另一个就是 刚才我说 在开电视中 做一个面课中 不排除外人去做 那何志恒呢 Gilbert Ho 我认识的 之前是做过 但曾经做过一些 建议 在一起 我没有东西 不是内容的 这是我的感觉 我认识的Gilbert 就是 就是 很 很 怎么说 很 很为自己的老板去做事 很努力 能力很高 等等等等 我不觉得周大福企业 最后 无端端会传一个外人 如果是Gilbert Ho 我会很惊讶 我觉得这个机会是相当低的 以中国人社会和各种情况 我不觉得是无端端会传一个外人 在美国的企业 是会有个 空襟 例如 Walmart 这些等等的大企业 可能那个CEO 是找一个外边的人去聘請 进来做CEO 但我不相信在中国人的社会 这些传统的企业 是会找到一个 真是有权的CEO 是会帮得到手 我不觉得是 坦白说 没有这个空襟 坦白说 所以我觉得 Gilbert Ho 会不会像是 成哥 你记得 那时候也是有些外人 是帮忙 他帮忙 去工作 可能是 袁天凡 都是帮他们家族 做很多不同的交易 等等等等 Gilbert 也是有做很多交易的背景 他有一个网友 都是一间网友 其中一间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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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做得很好 都是非常聪明的人 我觉得这个情况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时间不是很足够 但是我觉得 刚才我说了 Christopher 就是做过不同的资本管理人 陆密资本 我不知道类众有没有听过 在哈佛里面做文学士等等 Adrienne 她的背景也是有 在艺术学院 这间艺术学院好像在香港 也是曾经开过分校 现在好像是执行 做文学博士等等 全部人都很聪明 整个情况就是这样 我觉得新世界的问题是 比起其他地产商的负债率是高一点 你看到这个财报是大约3月30日 如果在香港的地产商里面来说 当时在3月30日的话 新世界的负债率已经是差不多去到50% 是升了 行农也有些高31.9% 希臣27.2% 四叔行基就是22.6% 新鸿基也不低 21.2% 长实 almost没有债 但是最近我之前也说过 信和完全吸收了那时候 在金融风 那时候 那时候 你记得 她是见顶的信号 在风暴之前是投了贵地 现在你真的不用开玩笑 正现金432亿 现在真是cash is king 如果当你慢慢等待机会的话 基本上是香港大把机会 所以新世界的负债还是比较重一点 那已经做了很多负债去帮她 譬如刚才我说 怀孕帮她去买90亿东西 跟着譬如不同的负债 就是从新世界发展新上买一个新创建等等 都尽量做很多减债的行动 但问题就是 第一 减息可能有少少帮助 但我不觉得在香港 今次减息 即是美国减息之后 会立刻完全帮助得到 香港很多 还有减了港一码 还有之前 在美国加息 那些情况 香港都不是完全加足 即是跟足了个升幅 所以今次减一码 是不是香港的p 立刻会减呢 我是有个question mark 第二就是 其实都是很视乎 周大福企业 是不是再注资或者救这个新世界 我觉得这个情况是这样 很多地产商 即是新世界 尤其是新鸿基 都仍然有很多货尾在手上 就是 都是 比较投行一点 而我都说 在长实 今年年头 已经是开始在黄竹坑里面 是大卖自己的楼盘 就是减价去买 那 长实都是在几次风浪之中 都是比较领先一些 就是 作为一个市场主持人 去带着整个市场 去怎么走 都是做得比较聪明 那 新鸿的问题 不容易解决 即是现在的市况 我不觉得 未来一两年 或者下年之后 立刻会 V型反弹见底 我觉得相当困难 那所以 这几大地产商 我觉得都是 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而它本书呢 都是未完全反映得到 Investment properties的下降 现在才是慢慢开始 就是减值 那所以 还是未去到高峰期 那所以我觉得 还是有一段 几长的时间 那 那时间不多 但是雷总有没有对于 就是 新世界或者整个 香港楼市 或者 这几大地产商 面对的楼市的问题 你觉得怎么看 没有了 没有怎么看 我想 我其实就只是想 分享一下 他们几个 现在的股价图 给大家看看 因为我刚才 我看到你用的 AA stock code 似乎它是 限制到 只有15年的历史 所以 好在彭博 在这方面来说 起码也有些 帮到手的 那 就是 四大家族的 执政商 这个 详实来说 不过 详实呢 就是因为 15年的时候 他做了一些 所以 那个记录 就没有办法 去到很久之前 那个记录 去看了 因为以前 就是一号仔 现在一号仔 就过了 被这个 就是长和用了 那他自己 有一个新的 的 所以那个记录 呢 就只可以去到 2015年 但是如果你看到图 来说的话 其实近期来说 他都是在 就是2015年到现在 来说的话 都在约10年 就是9年 9年多 都是一个比较低的位 但是当然 就没有办法再看长时间了 另外 另外 最后再看 我们看看这个 就是四叔 四叔 有没有分享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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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这么搞的 好像在分享 为什么看不到 为什么会这么奇怪 为什么呢 你等等 我再试一下分享 为什么分享不到呢 这个真是教鬼 好 再试一下 希望现在会看到 那 就 OK 那 现在这个图 就是 这个四叔 那个档 Handerson 其实就是OK的 其实是 你看到 当然 由个 几年前的高位 都回落了 不少 不过几年前高位 三十几元 现在二十三个多 但是都 不至于太过 样子 那么 新鸿基 新地 都是OK的 虽然都是 跟高位都争了一段 但是起码 不是叫做 在一个很低层的位 但是 如果看回新世界来说的话 就真的 认真不靓仔 OK 这个也是 由2000年到现在 新世界的股价来说的话 其实呢 就跟 这个 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就只是 好像不知 差了几千 OK 就是 那时候都是六个七十多 OK 跟现在来说 很难是差了几千 但是都差了多少 不过 都还没有去到 2003年 那时候 科网爆破之后 那一下下来 就更加伤 当然再加上 2003年 那时候 应该就是沙士 的时候 那时候 97 97 我当然看到 你要看 的话 再看远一点 只要有 只要有记录的话 OK 可以看到的 好了 那就是 97 那时候 就是98 那时候 那时候的低位 跟现在差不多 98年还要低一点 但是 这个就是沙士 你叫做 OK 所以就跟沙士 底呢 都仍然好在 没去到沙士底 OK 当然 都不 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太开心 因为老实说 已经是去到 2008年 那时候的 金融的 海啸的底 以及 就是 回归之后的 98年那时候的底 其实跟现在的情况 差不多 就只是 没去到沙士 那时候 这么陰功的地步 那这个就是 还有股价上来说 让大家看看 这个情况 那好吧 我们都用了很多时间 就说了整个 新世界 和说了不同的 楼市市况 主要就是 之前也说过很多次 就是这个 中原物业指数等等 等等 或者差物业股价的指数 但是这次就用 邪尚林的 铺位 零售市场 和新世界 那方面去 说回那个市况 那我觉得 还有一点 刚才你提及到 就是 就是 郑士家族来说的话 就是 就是 郑家祥博士 就说到 不一定是 存给子女的 甚至乎 就是外省也可以 但是 Eddie说 就是似乎 如果 就是基于 中国 就是大家族 传统思想来说的话 这个可能性 都 就是不是太大 那 老实说 如果就是 以 用一个国际视野来说的话 我相信 就是 阿成哥 应该都是 在四个家族当中来说 就是我认为 他是比较 是有一个 国际视野的 的一个人 你看看他的投资 其实也是 就是比较多的 是在一些海外的地方 那就是 就算是阿成哥来说的话 那你看看 帮他 就是 拼了江山 那么多年 当然他都 赌了不少人工 我说的 当然是 打高皇帝 那么多年来说的话 那你看到现在来说的话 都很明显地 都要是 就是 退下来了 所以就是 这些都是 我想都是一个 挺好的一个 例子 阿成哥是想找外面的 不过Victor太出色了 所以都是 比较 应该是 OK OK 那Vicca 要再出色 OK 作为他的股东 我老实说 不是很 不是很 说得出这句话 哈哈哈 那你去 H&M做个 解释 哈哈哈 你和KO 一起够训 那么 时间上差不多了 那么 下个星期 我们还没问KO 所以 都要问一问 究竟是否 要再 确实一下 OK 那应该就回到 倫敦了 愿没意 OK 好了 大家照顾好 OK 对于香港朋友来说 大家 即是 天人可以放迷家 哈哈哈 好 打牌了 已经约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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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